2019跨越2020倒數時刻 有一群人在海邊 以晴雨爐的敬拜 禱告來跨年 這是來自台北 基隆東北角 跨宗派教會 三四百人共居一堂 在台灣東北角 禱告山所獻上的感恩祭壇 期待這裡成為一個 最吸引神目光的 跨年活動 我們也宣告 2019年 也是台灣兩岸分治70年 舊事已過 那被魯壓制的 在耶穌基督裡面 都要破除掉 我們宣告 我們又禱告一階全新的2020年 進入到2020年的時候 真的是在為台灣這塊土地 為華人 為我們這邊的領導人 為總統選舉 為我們這邊這塊土地的年輕人 這個世代的 這樣一個整個 我覺得在接下來這十年 是很重要的 我在看到大家當中 一起來到祷告 有些人祷告這樣 哇 舉手 真的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這裡是座落在 宜蘭大理的 東北角禱告山 12月才行建完成 因著一位基督徒 企業家領受 禱告山意象 免費提供教會和個人 一個幽靜的禱告基地 也在跨年祷告後的1點11分 舉行獻山禮拜 我們台灣東北角禱告山 聽到黃紅狼長老說要在東北角 要傳福音給看日出的 3000到5000個年輕人 我說有這麼多的人出來 東北角來看日出嗎 所以我們就來了一趟 接著在元旦清晨 接力升旗迎樹光 並舉辦步道會 弟兄姐妹也邀請附近飯店 看完日出的民眾前來參加 一起分享新年新盼望 讓東北角禱告山的劇集 畫下美好的回憶